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外费行业 1美元已经开启新一轮的涨势 欧元和英镑短期前情不容乐观 2全球股市一片大好 但A股独憔悴 3澳元下行通道完好 市场看跌澳元情绪高涨 大家好 今天是5月11日星期四 欢迎回到近期的外费行业 周四亚视盘中 美元指数小幅上扬后回吐部分涨幅 先交投于99.65一线 道明证券指出 本周前两个交易是美元上涨 周一录得两个月来最大单是涨幅 不过几乎没有因素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周三基准10年基美债收益率触及2.416% 在此之前 美元上行度能将进一步增强 除非本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令人失望 北京时间周五20点20分将公布美国4月通胀报告 需要重点关注 本期欧元核英镑存在更大的下行风险 特别是由于二者表现均远超周期性主导因素暗示的水平 借技术指标显示当前处于严重超买的状态 美国股市又创新高了 欧洲股市又创新高了 连香港股市也创历史新高 随着马克龙在把国大选中夺魁 英吉利海峡的另一面 特雷沙媒英国保守党也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气势如虹 黑天鹅被做成了烤鹅 全球股市一片大好 但A股都憔悴 沪宗指周三收创近7个月新低 如此鲜明的反差 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经济不行吗 下跌的诱因是金融监管 使得资金面阶段性紧张 究竟原因在于融资余额规模 在飙升至空前高度后触定回落 这意味着一旦股市走跌 跌是恐因投资人此前高杠杆交易中的大量举 以债而加速恶化 周四澳元兑美元在0.7360一线 维持窄不整理的走势 在众多利空条件打压下 近期澳元走势明显表现疲软 澳元兑美元在周二层跌至0.7335 创四个月最低 因此前公布的澳洲三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下滑0.1% 而市场预期为上升0.3% 而更加主要的原因是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跌 目前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下跌至5个月低位 基本抹去了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涨幅 而澳元兑美元仍然是基石货币中未来三个月 看跌情绪最高的货币队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